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文岳 新闻第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关于北美区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最新消息 市场仍评估疫情造成经济损失 道琼下跌410.32点 川普计划下令全美民众开始戴口罩 阻止病毒扩散 纽约警局1193名警察感染 全局将近15%病假中 美军将不再披露各个基地新冠的确诊人数 纽约州长弟弟CNN主持人感染新冠 新冠疫情笼罩 纽约市七成上加关闭 俄亥俄州新技术获准 每日可消毒40万口罩 英国单日393次创记录性高 台湾大众运输 民企乘客需戴口罩量体温 菲律宾内政部长确诊新冠肺炎 比利时12岁女童过世 欧洲最年轻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索尼影业将大部分电影上映时期 挪至2021年 接下来看看最新疫情数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